红酒出事了 是因为周南那边吗 你别急 你慢慢说 不行 不行 你不能单独去找她 你等我 我现在去找你 拜拜 小华姐这边有事的话 你先去吧 咱俩一起去 我们路上别走单独 我会准备到唯一的水准备 它是竹备到尾 它是并测子自发的 唯一的水准备 我准备到所有的水准备 除了汤尾汤 您的汤汤 全部都给你依然 在汤汤 和汤汤的水准备 水准备 是营养的蔬醇 像和脂肪,砂糖,等会浮丝,等等 你看 这些东西是什么 而且他们的侧子还不幸可以免购 有一定是有麻烦的事,秘书 这不是有麻烦,这是一个专家 很专家的专家专家 我要专家的专家 我们有的专家专家 我們選擇了一個搭配的品牌 我們在商品牌上的品牌 因為你提到你經驗了很多的經驗 你的品牌上的賣物 我被驚訪了 但是賣物牌是這麼重要的 我們沒有錯過 現在的賣物牌上的賣物 这就是我们真正的灵状 而是我们的测试 是我们的测试 是我们的测试 你说小华姐被周南打得片体鳞伤 对 当时是我陪她去的医院 医生说她身体上的伤 都可以构成刑事犯罪 而且还反复顶住我们要报警 她怎么能容忍周南这样对她呢 她说她是为了他们家的生意 文叔叔应该和周南 有利益上的合作 而且外界也有传闻 说是文氏企业在有一段时间 他们海外的热钱资金链断了 估计就是那段时间 周南给他们的企业注入了资金 所以就是为了解决资金 这就是所谓的商业联姻是吗 这种商业联姻 我以前也只是听说过 但是我真的没想到会这样 现在有人真的这么干 小华姐真是太傻了 她怎么能为了所谓的 家族利益 连自己的幸福都不顾了呢 她嫁给一个自己完全不爱的人 人品也靠不住的人 她真的对自己太不负责任了 所以说 你一定要嫁给我 嫁给一个你深爱的人 嫁给一个人品靠得住的人 长得也不错又有才华 说哪儿去了你 可是周南这样对她是家庭暴力了 她怎么能忍得了呢 她就是一直在逃避现实 估计也是为他们家的声音 在维系这些什么 我今天跟你说这些 我只是希望咱们俩 不要因为这些事情产生误会 小华是个很要面子的人 你也知道 她在这个时候跟谁都不说 只求助我 所以我必须帮她 我知道 当然了 你真是个善良的姑娘 这就是我喜欢你的优点 不 优点之一 你别看着我了 好好开车吧 周南你别想躲事 你把我爸坑惨了 瑞士红酒查出来是劣质红酒灌装的 现在斯密德先生要告我们 让我们赔偿 文氏酒业的声誉都让你给损坏了 周南你缺不缺德 拿假酒骗我们 你知道谁缺德呢 你他们再给我说一遍试试 你爸都把我坑成什么样了 你还给我装无辜 我们出去说 就让公司访问 你给我站住 就在这里说 你刚才不是挺有理的吗 骂我什么来着 现在老实了 不是这么吓人吗 你就是个魔鬼 你害我不够还害我爸 现在还要来 害这份文氏企业 我害你 是谁害谁呀 你背地里面和陈嘉阳 不清不楚的 你坑我 你爸也坑我 如果不是看上我的资金 你爸会把你嫁给我 你说好了一个人 注资三千万块公司的 原来是杀手坑自己女学啊 我等了多长时间了 我催过多少次了 你爸就是不肯出这些 这笔钱 我现在终于明白了 你爸和我合开公司 就是因为自己的资金面断了 想拿着我的钱弄去做假 造立好消息 就算资金遇到困难 你也不应该拿烈酒充好酒啊 文氏酒业是知名品牌 建一个品牌太难了 可毁掉一个品牌太容易了 你们品牌毁了你的教会 我周南被你们毁了 我找谁去 你爸如果再不拿出这笔钱来 他就想眼睁睁睁看着我那些钱 全部赔光 我周南可是白手起家 挣钱全靠我自己 我不能破产 这个红酒生理 我已经把全部的身家 全部投进去了 必须要做下去 就像机器已经运转起来 每个齿轮必须滚动 现在从瑞士空运红酒 没有钱怎么办 超市的合同为你签了 我得扑货吧 用一点略知的红酒 他怎么了 就是因为你爸 没有打点斯米德 人家才这么较真的 你跟你爸说说啊 拿出点钱打点一下 就没事了 我真不知道你怎么想的 现在已经出现了 这么严重的质量问题 你以为 给人吃个饭送点钱 这事就能解决吗 你以前生意都怎么做的 全靠骗吗 对啊 小生意小骗 大生意大骗 你爸骗我 我骗骗些会者怎么了 我又没拿有毒的酒 我就是用一些 低端的红酒而已 是啊 算我周南倒霉被发现了 如果没被发现的话 什么事都没有 那不能出了问题 你们都找我的茬啊 赚钱的时候你们干什么去了 还想和我离婚 离婚协议上 想和我分得一干二净啊 你想的没 我真是没法跟你说了 我真不知道 你受什么样的教育长大的 我怎么会嫁给你这样的人 你给我站住 终于说真心话了是吧 不想嫁给我啊 你想嫁给谁啊 程嘉阳是吧 我告诉你啊 你不要这么惊我 我发过誓的我不想打你 可你一次次地出发我的底线 之前你怎么跟我说的 我是因为你才相信你爸的 你在婚礼上说话要永远爱我的 你这个骗子 放 放开我 你们站住 赶紧一下 你这个骗子 你不珍惜你冷冰冰的样子 害得我想打你 害得我想出去找温暖 是你解读了我们的爱家 你们还怪我拿红酒骗你们 你们骗我的时候呢 早就盘算好得跟我离婚了是吧 还他妈的转移财产 你这边可怜巴巴的爱我们的打 里边律师都请好了是吧 好啊 我现在什么都没有了 我打你打得更痛快了 你有病 你才有 我都是被你逼的 你们家人早就想好了是吧 用空壳公司跟我合作骗我的钱 你对我家庭冷暴力 逼得我打你 逼得我只能和你离婚 你和你爸都设计好了是不是 好啊 我现在也没有别的办法了 我只能打你 只能往死里打你 我过来 天 放开 天吧 放开 我再让人 让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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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先生 周先生 快门啊 周先生 周先生 快把门打开啊 快把门打开啊 周先生把门反锁了打不开啊 周先生 周先生 周先生干嘛啊 怎么办啊 照备啊 快去把保安叫来 好 周先生 快帮忙 快把门打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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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门打开 你 你干什么 你干什么 不发使者又来了是吗 这是我老婆 收我钱钱 加油 李中东加油 是你们打架 为什么呢 警察同志 我们就是夫妻间的普通争吵 他这情绪一激动吧 他就自己往墙上撞 我是拦了 没拦住 你看他的身上和脸上 这是撞墙弄的吗 小华 这个人没有人性 不用顾及他 把经过告诉警察 别怕 我们都在呢 这关你们两个什么事啊 程佳阳我问你 你到底和温小华什么关系啊 怎么他一受伤 你就受不了啊 他是我老婆 还是你老婆呀 你们两个要没什么事的话 鬼开信呢 程佳阳 你今天必须跟我说清楚 好了好了好了 先坐下 还这么嚣张 你的情绪稳定点了吧 那你先说吧 小华 小华你上哪儿了 你怎么回事啊你 爸 你别跟他说了 小华不怕啊 爸爸来了还怕什么呀 咱们出去 我问他怎么回事 叔叔 小佳阿姨来了啊 谢谢 谢谢啊 什么不说了啊 什么也别说了 好 不是 嫂子 你扶他一下啊 你扶他一下啊 走 程佳阳 要不 你先说一点吧 佳阳怎么了 你跟警察说啊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你是不是 不是 看到那个人打他的妻子 你过去帮忙 佳阳 既然已经报了警 就应该把事情的原委 告诉我 配合我们作品 否则 就是助长他们这种家暴 佳阳 怎么了 你了解刚才的情况 要不 你先说一下 警察先生是这样的 我们都听到房间里面 小华在尖叫 周南在对他施暴 误会了误会了 警察同志误会了啊 没事了没事了 这是个意外 文小华摔倒了 不算行事攻击 就是 事情已经解决了 新说警察同志了啊 等一下 小华你为什么不说 你明明是被他打的 是啊 这位女士 如果你受了伤害 不报警的话 你将会失去 作为一个公民 保护自身安全的女人权利 你们是不是私下 达成什么利益协议啊 这是违法的 你的伤害鉴定 已经是轻伤二级 你完全可以告他 刑事伤害 对不起 我们不过提出行刑伤害的 这只是个意外 只是个意外 小华 你说啊 说什么呀 不是 你这孩子 不是跟警察说清楚 已经解决了吗 你女儿被他打成这样了 你是当爸的吗 小华 你说呀 乔飞 谢谢你 警察同志 真的是个意外 我是不小心 从楼上摔下来了 小华 加油 确认交费 好了 不说了 这是别人的事情 不说了 菲菲 别这么固执好不好 我固执 他们一定有他们的未来之处 他都被打成这样 他为什么不说呢 主要是周南参与 投资了他们的文氏企业 而且现在他们一起做的 红头又出了问题 所以在这个节骨眼上 他们不能有任何产食 好 好 我知道了 我知道了 你知道什么 为了生意 就要牺牲自己的人身安全 你先听我说 现在是他们家生意 最关键的时刻 他们准备把自己公司的股份 卖给上市公司 如果现在一旦 有负面消息传出去 那会影响他们的收购价格 这可是几千万 或者商议的生意 几千万商议怎么了 那就能把人活活打死吗 钱比人还重要 不是钱比人还重要 问题是现在人已经被打伤了 他们不想再影响生意 这是从大局在考虑 怎么就从大局考虑了 你为什么要用钱 去衡量人的价值呢 我 我发现 咱俩有的时候 价值观真的存在 很严重的差异 不是 没那么严重 怎么又扯着价值观 好笑吗 好笑吗 我不笑 我不笑 我知道你是出于好心 但是问题是 这不是我们的家事 这是他们的家事 我们没有权利去决定 他们该怎么处理 你好端端端 怎么又把火扯上了 因为你的想法跟他们是一样的 刚才在上面 你还拦着我不让我说呢 有的时候 我真的不知道你是怎么想的 我不理解 我觉得我们根本就在不同的世界 我跟你的世界格格不入你知道吗 菲菲 别这么说好吗 你这么说我心里很难受 可是是我的真实想法 你的世界让我觉得很冰冷 好了 好了 不冰冷 有什么冰冷的 菲菲 我知道你是个善良的丫头 我也知道你都是出于好心 看见她被打伤了 心里很难受 我明白 你这样说的我都明白 你不明白我怎么想 你不明白 行了 行 你让我自己静一静 你别 你别跟着我